周末时刻 听首歌 听故事 发现身边新事物 连结你我心感动 汪永和和你一起 用心过生活 哈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PopRadio 与我汪永和一起 用心过生活 当记者 做访谈节目主持人 我觉得有一个很幸运的地方 就是可以因为工作 而接触访问到 许多平常一般人 比较难以接触到的人 例如艺人明星 那么有一位广播节目主持人迪安 他就把他访问过的众多歌手艺人 令他印象深刻的访问瞬间 化为了一个个的故事 写成了一本书 叫做 《歌坊的不是音乐 是人生》 因为那些都是他所看到的艺人朋友 在一届人生以外的一部分的真实人生 包括像是江慧 孙燕姿 蔡琴 琪琴 费翔 陈生 等等等等 那么他到底看到了些什么呢 来 我们先听一首陈生所演唱的《鸦片玫瑰》 等等马上回来与迪安聊 假日午后新享受 汪永和和你一起用心过生活 哈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Pub Radio 有汪永和一起用心过生活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用心人物呢 他其实是我们广播圈的同业呢 而且他的这个从业资历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不要讲年限 就光讲他访问过的大明星 大概就是五百多位艺人歌手 来 我们欢迎的是迪安 哈喽 你好 汪直播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迪安 你刚刚这样讲我好害你 我好害羞哦 这是多年前的事情 真的 你后来转战这个行销公关圈了啦 对对对 但不管怎么样啊 这个访问过五百多位歌手 这个还是一个很显赫的资历啊 而且你还特别出了一本书叫做歌坊的不是音乐 是人生 是是是 哇 听起来多有味道啊 对不对 每一位艺人其实就像我今天跟王主播这样做的的距离这样子 近距离看着他们这样子 然后有些就是说 有些这个天后就好像从那个神坛有没有 流行乐坛的神坛走下来 哇 那真的是一定要先膜拜一下 对啊 你讲到天后的话 很多人大概就会想到二姐 江会对不对 江会对 我觉得江会真的是 江会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 我可以这样讲 然后呢 其实那时候我一直在吹 那时候还没有开始 大家开演唱会 那每一次他到中部去做宣传的时候 听说没有 因为我都开放 他那时候已经很红很红了吗 已经很红了 那时候就 人中的精威 老虎虾那个之后了 所以他那时候已经很红 不是酒后新生之前 是酒后新生之后 然后加入新东家 那我觉得对他来说 这个所谓的他的歌迷啊 都希望说 你应该出来看演唱会啊 这谁谁都出来看演唱会啦 因为他说 这样好吗 他其实很胆怯 他不敢站上那个舞台 他觉得说 因为 跟母郎被来听啊 是这样吗 对 他怕 他那个 他处女做的 就是没有信心 可是他知道 大家都知道 他的实力在哪里 他是我看过艺人当中 不管他在感冒 或者是说 他身体不好怎么样 他唱出来的歌声是跟CD 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他太会转那个麦克风 他会这样游来游去这样子 然后那个声音就飘飘飘 然后用那个麦克风那个转音 我这样爆料了 所以他自己 就是一个录音间的概念了 他就因为行走的CD啊 对啊 超厉害的 可是他为什么会对他 他演唱会这么没信心呢 我觉得 太吹毛求疵吧 太求好心切了 对 曾经有跟他对唱的歌手 就是想说 那个来跟他对唱 然后因为江卉认为一句话 然后在录音间休了半天 然后那对唱男歌手就气到说 那干涉不要录啦 来 男歌手是谁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他是他的经纪人啦 陈子红啊 对 陈子红啊 是的 就是我跟他对唱过歌曲 台湾歌 对 也因为这样子气到就是说 你回去不要落到一首歌 落到这样 又顾摸一个摸了一个晚上 所以你想想看 他对一首歌是这样子 那演唱会 对 那演唱会他一定要 他就希望能够 因为你演唱会不能NG重来啊 对 全程能够掌握 那其实他 后来我有问他 当他踏上小巨蛋 第一场 第一个 他走出来那一刹那 他说 哎呦 许美高雅这些人来 他才开始 对自己有信心说 我原来是可以站上小巨蛋唱的 对 天哪 原来他还真的以为会没人来听吗 他怎么会对自己有这么错误的认知呢 对 他几乎 他整个小巨蛋是KTV大包箱啊 对不对 那你说他很温暖 从哪里表现出来 温暖就是说 有时候我会开放call音打电话进来 没有来叫他称呼 来说 二姐啊 那首歌 二姐啊 怎么样 然后会有 那其实他的年龄层 分布到各个年龄层 二十几岁也有喜欢 二姐你好 我妈妈都是吹你的头你的歌迷 而且吹你的头发一模一样的 你唱变什么造型 我妈妈就摸摸你跟你一模一样的头发跟造型 她说你看我家是不是你的歌迷 她说对对对 就是歌迷 她不会想说干嘛听你妈妈 为什么 然后有时候就是歌迷打电话进来 跟他苦酥说 我就是听你哪一首歌 那我失恋的时候安慰我怎么样 双心的酒店 对对对 江卫啊真的在节目当中在安慰这样 就是这样子慢慢的讲 她说如果我的歌声 能够让你在那个时刻 能够让你觉得很温暖的话 那我觉得我唱歌就值得了 你看这是很抓歌迷的心 很真诚的待人 对不对 对对 我记得多年前有一个新闻 就是好像是一个澳洲的父亲 他的儿子来到台湾 好像后来就不幸过世 然后他好像就提到说 他儿子很喜欢江卉的歌曲 所以后来江卉好像特别 签了一个CD送给那个父亲 对 双嘴双青青 就是那首歌 然后他就是依着那个旋律 然后他来到台湾 他一心还想把儿子找到 后来结果没有如愿 那江卉在演唱会上 有要他来唱 雅婷演 然后唱这首歌 哇我觉得那个 他有很多故事啊 尤其是 我觉得就像我最近也在 看很多人在写江卉 就是说 他其实在自己的演艺的路上 他每一条路上 就是说每一个改变 他都走得很稳 他甚至会有一点就是说 我接下来这一步到底好不好 就好像他酒后的新生 那时候要签给点将唱片时期 我要报一个八卦 那时候点将的时候 然后是妹妹江淑娜先签到点价 然后资准贵名就说 要不要请江卉来一起加入我们 然后可是江卉说 新的电新的唱片公司 不熟悉 不知道这样子 后来姚千写了一首歌 叫意见人生 然后就说 他说我其实很喜欢姚千的词 他就跟江淑娜讲 江淑娜说 不然你来唱看看 就这样把他骗到 本来姚千是写给江淑娜的吗 不是不是 这首歌其实是姚千特别 为江卉良心打造的 他用这样的方式 邀请他来加入了点将唱片 哇一首歌就把二姐给这个 嫁到了点将唱片的 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是这个闽南语歌坛的天后 但是还有一位是我们国语 然后也可以说 尤其是民歌界的天后 对不对 蔡琴 蔡琴 这个蔡琴就不简单 但是蔡琴这个部分 我觉得其实这个蔡琴 两千年来的时候 他那时候才刚离婚 然后他发了一张专辑 叫做遇见 那一张专辑是他那时候去演了一个舞台剧 叫做天使不夜城 然后他在里面演一个就是 好像是果陀的 果陀剧场的 对对对 然后他就是歌舞片 然后他在里面演一个就是 所谓的痴心的一个小舞女 就对了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 然后跟包比达合作 然后出了这张遇见 那这张专辑里面呢 有男歌女唱 等于说蔡琴是唱男生的歌 这样子 然后也有六首新歌 然后那时候来 因为他等于说离婚了 然后离婚了五年 然后大家都认为说 你的歌唱事业就这样沉寂下去了 可是他没有 他去演舞台剧 那演舞台剧那两年没有发片 然后再发片的时候已经是遇见了 所以等于是说 他有四五年时间没有在媒体 也没有在广播或者是什么见面 等于说他付出 是这个意思 那其实 我其实不太敢问他感情的事情了 但是他的前夫的影子一直跑进来 我觉得不会好像也不行这样子 然后我就看到他 你有唱过 大家都不敢挑战成生的 把悲伤留给自己 我说蔡琴你真的很厉害 他有唱过那条吗 把悲伤留给自己 他有唱过 他有唱过 然后他我说你真的很厉害 你把一首别人的歌 唱成你蔡琴的新歌 他说当然你也知道 我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 可是大家不要狭隘的认为说 我这个就是在唱我的节目 他在节目当中大爆料这样子 我会觉得 他其实很坦诚的 很open的是不是 他很坦诚的 他认为说有时候 人来来往往 对于自己所做的 他会 他是有所得 并不是说完全是空白这样子 然后因为他说 他那几年刚离婚的时候 他也得了 就是身上来检查出 有那个异状 那还好发现得早 那医生说 还好你发现得早 你从此也不要再抑郁了 你要开朗一点 对不对 重生了 对 你又要开朗一点 不开朗的话 你看你的病痛都来了 他就说我太划不来了 我为什么为了一个男人怎么样 然后2000年那时候来 2002年的时候 他开始在大陆开巡回演唱会 一发不得了 一场场场爆满 因为他的嗓音太特别了 而且你刚才提到说 他把别人的歌翻唱成 好像自己的歌 对 我跟你讲 我其实很喜欢他的一张专辑 是台语的专辑 那张专辑里头有 我记得是 旧情绵绵吗 对 然后还有那个 就很多那个台语老歌 然后那个编曲编得很棒 然后再配上他独特的嗓音 我跟你讲 我超爱那张的 而且非常的发烧片的感觉 对不对 而且你知道吗 他其实是 哦啊 你知道吗 跟我一样是哦啊 可是他台语竟然唱得这么的道地 而且他唱起来每一个音 他是女中音 而且那个声音是非常非常的舒马 那种感觉 好像被那种烧酒运烫过的味道 对 但是我觉得 我没有说他是 在这感情上面有什么挫折 但是他自己讲 他说 我们不希望说被人家认为说 我们是笨女人 所以在2007年的时候 那个导演走了 然后在台中的一个演唱会 所有的媒体圈来了 大家想知道说 今天晚上你是哪一首歌 要来怀念你的前夫 然后他就与众心堂讲说 他看着台下的胡市长跟小林姐 他说 我从来没有看过 一对夫妻两个人 共用一只手鼓掌 对 那时候小林姐的手这样子 他说 小林姐一点都不笨 我说要跟天下所有的笨女人说一声 有时候笨的话 傻的话 有什么关系呢 傻一点才可以长一点智慧 所以我觉得他讲话真的 对 他其实我觉得就是那种 还蛮喜欢开玩笑的 然后还蛮乐观的 对不对 虽然他曾经这个受情伤之苦 可是其实我觉得他的骨子里头 是有那种很潇洒豪迈的那种 对对对对 我觉得人生历练也有关系 人生历练也有关系 对OK 好那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来聊一聊说 你这本书里头还有提到 孙燕姿耶 也是另外一个天后 好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假日午后新享受 汪永和和你一起用心过生活 哈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POP RADIO 与我汪永和一起用心过生活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用心人物呢 他是一本书的作者 这本书叫做歌坊的不是音乐 是人生 哎呀好豪气啊 这个作者是迪安 但你也有资格讲这个话啦 因为你看了几百位的 这个艺人歌手耶 对不对 然后而且跟他们访问过程当中 你真的就觉得你好像 参与或见证他们人生的一部分 对不对 我觉得主播应该有这种 跟我想相同的感觉跟体验 就是说一位来宾来 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课 然后就是等于说 招待客人来我们家嘛 那我觉得就是说 今天既然 最重要的是这本书 当时还有一个point 有个契机就是说 我当年所有的专访的声音档案 我都有留下来 哦真的啊 可是你是从电台留的吗 对电台留 那时候电台就是 因为我自己 我觉得我跟江慧的处女 做个有点死笔记 我们要每天检讨自己的节目 电台也会检讨每一天的节目 我们就是讲话不能超过30秒 90秒这种的 我们就规定非常严格 那如果讲过坠语的话也不行 那时候电台是规定说 你就是陪伴 你不能讲太多 听众不喜欢听的话 暴时就暴时 天气就天气 交通就交通 不要有太多的个人色彩 对对对 然后我们常常被检讨 所以那个声音 然后再加上说艺人的专访 我要回去听 我是不是有说错话 或者什么 好认真哦 没有那也是电台要求的 然后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每一个艺人来 诶 访问完之后 我就拍一个即可拍 然后即可拍有一个好玩的地方 就是拍完之后 他会显影 就可以马上签名 哦 哦 OK 哇 所以你那边有 收集了很多大明星的圈名 不要觉得我心机 我只是当时想说 我喜欢这样子而已 我没有觉得你心机壮 我只是很羡慕 我要跟嫉妒而已 我也想跟王主播签 谢谢 但是呢 这里头你访问了 刚刚我们提到说 比如说江慧啦 蔡琴啦 对不对 然后像孙燕姿 这也是个天后 然后你对她感觉是怎么样 我觉得她很可爱一个小女生 然后最重要就是 那天呢 她来台中做宣传 刚好是签唱会 那这么国际型的歌手 她来台中 其实说她一般来说 都会在台北做宣传 就足够了 但是跑去台中的话 她其实不一定要上电台 她就做签唱会 但是上电台的话 也许这样一个机会 也许跟电台朋友见面 我那天是她做完签唱会 唯一的电台专访 然后最重要就最可爱就是 她带爸爸来 为什么 爸爸没去过台中吗 爸爸第一个就是说 爸爸陪她来 因为她刚好从大陆 做完巡回演唱会 回到台湾 然后要做所谓的 这个唱片宣传 那爸爸是从新加坡飞来 这样子 然后前一天就被苹果拍到说 他们两个在逛百货公司 记者本来是想要说 看看孙燕姿 旁边有没有护花诗证 看能不能写一写 就发现果然有 而且跟他还是 前世情人的关系 而且他们两个还是一前一后 这样子 我前一天刚好有看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从来不看报纸了 前一天就看到报纸了 然后拍到了 然后来了 我说 后面怎么跟了一个爸爸来了 还好我有看报纸 天哪来之后 然后因为那天是礼拜天 电台没有人 我就知道录音室 就全部都请进来了 又是助理 又是宣传 都请进来 然后爸爸 因为我那边有个非常大的落地窗 旁边就是百货公司 然后我就说 爸爸 那个孙爸爸 你要不要看报纸啊 就赶快拿报纸给他看 这样子 然后随时就坐在前面 然后我就坐 因为我要访问他是要背对着他 就这样子 还要转过去 爸爸是在后面看报纸 所以 可是我的全 我跟他的全程专访 爸爸都听到了 所以我就不能太愉悦了 OK 所以他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儿 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 然后就是说 他那时候所有的精神 全部在歌唱上面 所以那个广告休息时间 我有耍了一点小心机 我就说 刚刚这样子 有没有什么 我就问他说 我有没有什么失礼的地方 他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 啊燕姿现在这么喜欢唱歌 啊你觉得怎么样呢 他说他喜欢就好了 我说 那如果他跟你说 他现在交男朋友了呢 所以燕姿坐在前面很开心 他一直在听你知道吗 他一直在听爸爸 觉得你把他讲了 对他想听爸爸 他不敢问的问题吗 他也想听爸爸在后面 对 他就这样子 他笑得 看起来两根虎牙 就这样 然后就一直看着我 这样子 他爸爸说 他喜欢就好 然后就地球下去 就去看他报纸 我就想说 他可能要跟我终止 这段对话了 这样 就你知道孙燕子 在那边做鬼脸的 他就跟我说 才怪的意思 OK 就用淳语说才怪 很可爱 还发了一个白眼 这样子 对对 所以我想都想不到 这个也甚至很难得 要是你怎么可能说 带爸爸来 上通告 而且那个刚好 台湾也没有 台湾也不可能说什么 亲戚兄弟陪着来上通告 这很难的 没有啦 台湾比较少是新爸来 通常是新妈一起 对对对 OK 不过你提到说 那个很顽皮调皮的这一点 我觉得其实歌坛也有一个 这个蛮像顽童的人 就是成生 哦 声歌 声歌 声歌在我节目里面啊 我觉得声歌是一个所谓的思想教育家 啊 他都会教育听众这样子 哦 就是我那时候 他来是在宣传新宝岛康乐队 并不是宣传成生的专辑这样子 然后其实我访问他就是有 他有不同的身份 那每次拉来 我都会很开心 但是这个访问声歌要有个技巧 就是说你要跟着他的timing走 就你问完他话之后 你必须要停下来看他 要不要接或者说 那他这个人是要听你讲完话之后 吸收完 脑筋翻滚一下 吃下去 然后再吐出来 可是那个时间有timing 有时间差 他的讲话有他的tempo 对不对 对对 所以我就刚开始说 我不想要听 我以为说这样丢话出去 他应该就回 就等很久 后来就想 哦 原来是要tempo 我就跟着那慢一点好了 对 然后我也是开放call in这样 因为他的歌迷太多了 然后那天刚好就是 也是一个做饭店的 那台湾的饭店 下午都会休息嘛 我的节目是下午的时间 打电话进来 想问他一首歌的来历 叫做 我刚刚讲的那首 就把背伤留给自己 把背伤留给自己 他说 哎呀 你也帮帮忙 也多听一点新歌好吗 这就是他讲话的亏靠 对 这个他亏靠这样子 对 这是他这个讲话 对 对啊 我就在那边笑 我就说 我就在那边打本事 我说 他可能不太愿意讲吧 还是怎样 他真的愿意讲 他说因为这张专辑 那时候唱片宣传 就想说 这张专辑总要来一首情歌吧 这样子 所以他就赶快去翻垃圾桶 他说 他那一首歌是写在垃圾桶 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香烟的壳上面 对 那个旋律是他在澎湖就有了 对 然后有一说是这样子 就是说 跟一个非常漂亮女生交往 然后那漂亮女生就刚开始有 有一点意思 可是后来就觉得说 好像不是那么适合 那同样有别的男生在追 这样子 那后来这个女生就跟陈震说 我觉得我们还是当朋友好了 那陈震说 好吧 你走吧 把你的美丽都带走吧 把悲伤留给我吧 就是这样子 就有这首旷式剧做出来了 他这样讲真的很伤害其他创作者 是怎样你垃圾桶翻出来的那首歌 都可以成为主打歌 对 他这样讲完 他在那边有说 这是真的吗 我说 真的你讲这是真的吗 不过他真的就是一个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蛮真性情的人 对 就像你认识他的那个样子 对 但你刚才讲到说 思想教育家确实 他有时候会 然后就会吐出那种很有哲理的话 对 那天来又有发生一件事情 我在这边讲一下 就是那时候 我们的教育部啊 就是说 曾经研译说要废除写作文 这个题目就对了 他在车上 因为他是从台北下来的 然后第一站就到那边 而且是上现场 就非常气愤 因为我说 诶 孙哥 你最近又出一本新书 布鲁赛尔的服务这样子 你很会写文字 他就很气 说你看看 我们政府 你看你说 你说我受过文字的这个训练 都还不是考作文 那现在政府要废掉考作文 那我们将来国民怎么办 他就说文字的这个能力是重要的 对不对 那他有时候就是真的必须要靠作文来精进磨炼 对 这个还不打紧 刚好就打电话进来 这些手女的声音这样子 哦 孙哥我们好喜欢你啊 常常看到你这样子 吊儿郎当怎么样 然后孙哥就马上就说 你看我们以后不考作文怎么办 你都不会形容词 这个叫桀骜不驯 哈哈哈哈 就是他 就是他样子 对 没错 没错 真的就是很可爱 所以你看哦 这个今天迪安来 真是抱很多大明星的料 感谢感谢 那休息一下 你再想更多的料 待会来讲 包括像是飞翔跟琪琴哦 我们待会来继续聊 假日午后新享受 汪永和和你一起 用心过生活 哈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Pub Radio 有汪永和一起 用心过生活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 这位用心人物 他是我们广播圈的同业 而且呢 他一直耕耘在这个 歌唱的这个访谈里头 所以他访问了 好多的艺人歌手 那包括像是这个 蔡琴 江慧 孙燕姿 陈生等等的 这就是迪安哦 最近写了一本 歌坊的不是音乐 是人生 那迪安 刚刚跟大家报了很多料哦 我现在都不敢抬头 我觉得我主播 你这边有陷阱 你又一直坑 一直让我跳进去 不会不会 怎么会呢 我们这边那么多拼 还是Pub Radio 这个空气太清晰了 让我一直很想 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没有是因为 就是在你熟悉的这个 电台的这个氛围里头嘛 对不对 不你就想想 你以前怎么对人的 这叫县世报嘛 没有开玩笑的 不来聊聊那个 费翔吧 大家心目中的男神耶 对费翔 这个熟灵五六年级 应该都知道 哦对不起 我是听我妈妈讲的 就是他在回国 他在回国演艺圈 那时候超级星期天 有一个阿亮的寻人 其实是要找他 然后他是在回国的 然后其实那时候 他被小燕姐的 风华唱片的公司 讲了很久 然后因为陶子要找他嘛 他本来不想回来 然后就想说 回来要做什么 可是因为太多人跟 太多媒体都想看到他 最后他终于出现了 还是很帅啊 还是很帅 对 还是很帅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 然后就又发专辑 又出唱片 然后又发了养生书 然后他那次来是 同时带着新专辑跟养生书 他说他戒烟戒酒 所以是来谈他的养生 跟发他的新专辑 这样子 然后聊了过程当中 我觉得快190公分的人 我跟他拍照都在垫脚尖 然后他那天超帅 他穿了一个小牛皮的套装 这样子 然后那个身材自豪 我觉得艺人就是艺人 他有那个毅力 去保持自己在最佳的状态 对 然后他永远就认为说 他站出来就是那个闪亮的焦点 对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压力也很大吗 他随时要提防人家 可能看到他的时候 最好会说的是说 你看费翔还是很帅 对不对 可是万一他听到说 你看费翔 可是怎么好像有点变胖了 变老了 我觉得那压力真的很大 压力很大 可是还好 我觉得费翔这个人 他其实不care 他的外貌或者是什么 真的 发生什么情况 我觉得我们在care 对对对 因为这个是老天爷赏饭吃 等于说他越不care 老天爷越给他最好的 我觉得最气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对了 我也不care啊 为什么不一样呢 对对对 我觉得不care这个 还是老天爷给他最好的 那就像我曾经问他说 那你不在台湾都在做什么 他其实是在世界各地 来做一些巡演 在百老老会唱歌 或者在大陆开演唱会这样子 那因为妈妈现在 他的妈妈现在跟他住在北京嘛 所以他演唱会的时候 那个玩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那时候访问他的时候 刚好我有个dancer的老师的朋友 那时候跟他在大陆做巡演 然后总共有12个人 他的那个舞群有12个人的编制 一半是台湾人 那一半是大陆人 叫dancer就对了 那最主要他认为说 台湾的dancer的数值还是 在那个年代 2002年那个年代 还数值比较高一点 所以必须要来balance一下 对对对 然后妈妈在北京 因为过得闷了 就是想说 哎呀 听说你舞群有台湾来的 肯定带回家里来吃个饭吧 这样子他就带回去 然后妈妈很开心 然后就上馆子啦 包饺子怎么样啦 然后听台湾人说台湾话 然后重点就是 妈妈会算命 妈妈会看那个流年 跟皮子算算命 然后他吃完饭 他就说 哎你们谁想要找 妈妈算命怎么样啊 然后那个妈妈会排一下 你们就可以 然后你知道 这舞群当中啊 有一个不得了的 一个小女生 然后这小女生 妈妈看了 姓曾吗 你知道 然后呢 然后妈妈说 哦你将来会嫁得很好 对你老公会非常疼你 真的 然后呢 这个舞群 这个也不用 这个也不用去盖了 这个随便去敲一下 都知道 后来这个曾小姐 就变成了郭太太 对 哇 所以 飞妈妈真的蛮厉害的 飞妈妈料得很厉害 对 那只是说 我觉得说 他这个飞翔对妈妈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儿子 对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那既然那么孝顺 那感情的事情 然后说 你要问我陈嘉莉是吧 我说 你怎么用这么老土的话呢 我说 那之前的感情 我就稍微问一下 我想说也满足大家一下吧 对不对 他说 之前 你说谁的 叶小姐吗 他说 对 他说 叶小姐 我们那时候就是非常好的朋友 是的 我们是有过一段 哇 他讲的 坦白到我都吓一跳这样子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他是一个非常真的艺人 我就觉得说 有些人是明星 有些人是歌手 有些人是艺人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他就是大明星 这样子 就你看他的时候 就觉得那个气场就是很强 对 可是又不会 距人于千里之外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对 可是我想说 这句话 这个故事应该到这边就结束了吧 突然他自己冒出来说 我虽然是单身 可是我并不是一个人睡 我就说 你这个话也抽得太快 我是下午直接 下午直接 他说 没有 我才要讲我的养生书 他要讲养生书 那不然他跟谁睡 他有他那个有不同的朋友吧 或者是什么 所以你就没有再追问下去了 我怎么敢追问 那还得了 你干嘛 人家搞不好说的是 他跟他的狗 会跟他的猫一起睡啊 对不对 王主播你果然是青春派的 真的 好 不你刚才讲到那个桀骜不逊 你说这声歌描述自己的话 可是我觉得其实歌坛 有另外一个桀骜不逊的人 就是齐琴 对 对不对 齐琴也真的是 齐琴 我觉得经过大风大浪的人 在很多人的面前 越会不会把自己 塑造得非常的突出 他的腰会越来越弯 然后因为他经历过那些 因为齐琴在年轻的时候 就进入感化院嘛 那感化院那时候 给他最大的一个支撑力量 就是他姐姐 就齐玉 齐玉 齐玉那时候得金玉奖 第一名的时候 他得到那个奖金800块钱 他给他买了一个吉他 然后就让他在少年感化院里面 开始摸他那个吉他 然后他就能用那首歌 创造了世界名曲 叫做外灭的世界 然后那时候齐玉 对弟弟多好 就是 他是台大高材生 然后假日的时候 齐琴跟我讲说 我的姐姐啊 就要做那个国光号啊 做到台中 再从台中做那个小客运啊 然后做到什么田中 那是在从田中再转车 然后一个礼拜天 就这样上半天就没有了 然后去看他 这样子 所以等他出来的时候 齐玉要去美国 然后齐玉就在机场哭 我说你真的哭啊 他说对啊 真的哭啊 那时候 我说哇 那齐玉对你真的是好到 你就舍不得他 这样子啊 可是他突然跟我说 当然他有一些面 你们是看不到的啦 还是要吐槽一下就对了 我的小客连也是扣了 这样子 其实他的演唱会 在大陆依然如火如荼 都没有停这样子 大陆非常喜欢他的 他的名曲也很多啊 名曲唱不完 对啊 然后那个声音也是很特别啊 对 很多大陆歌手 是拿着他的卡带CD 在模仿的 那时候他也是留个长 台湾拿一个歌手 留长头发 披肩的 然后穿皮衣 皮裤这样子 然后电视台找他 电视台是 其实是风插他通告的 啊 为什么 然后因为他披肩 那时候有法令嘛 对不对 就是说上电视 一定要剪头发 一起穿西装嘛 可是后来 华世那时候 要他上电视的时候 他逼不得已 为什么 因为华世 收到太多的 那个电视观众 写信来 一直说 你们能不能请 齐齐来上节目 给我齐齐 齐雨免谈 对对对 那个明信片 写到电视台不得已 然后 如雪片般飞来 对对对 你来上一下电视好不好 然后说 我们没有禁令了好了 可是还是要求他 他要他把那个些长发 绑起来 像清朝那样子 把那后面 然后戴个帽子 从前面看就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然后穿西装 他觉得说一次 一次去这样子 他觉得很别扭 后来第二次电视台说 你能不能再来 因为他的排行榜 残联八个月冠军 他说我不要去了 因为他太跌脚了 太不像做自己了 对不对 太不像了 OK 所以你看到这个 迪安访问的这些大明星 真的都有好多的故事 可以讲 我觉得今天好像有很多爆料 是书里面没有的 真的吗 那就代表说书里头 还可以看到更多了 歌坊的不是音乐 是人生 谢谢迪安 谢谢主播 谢谢 谢谢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感谢听众朋友们 您的收听 不要忘记下周日中午12点钟 Pop Radio 王永和继续您快 用心锅生活 我们下周见 拜拜